社群时代你一天上网几个小时呢? 桃园市议员在市议会定期会上 关心新闻处在脸书、IG以及YT等平台上的追踪数和触及率 呼吁发挥更大的宣传效益 现代人使用网络成为日常习惯 甚至一天使用手机超过五个小时 各项活动也透过网络宣传 学员彭俊豪在市议会定期会上 关心桃园市政府在脸书、IG还有YT等社群平台上的表现 那我看了一下我们粉丝团的状况 桃园市政府的主要粉丝团有45万的粉丝 其实表现还不错 那但是更具专题性的像阿桃园哥 大概只有2.3万的粉丝 那另外呢桃园志也只有2.1万 所以我想在座很多议员都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粉丝团 可能都远远超过这样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我浏览这些粉丝团之后 也发现桃园市政府的FB、IG、LINE 彼此有连接 但反而像阿桃园哥、桃园志 却不能直接从这个主要的粉丝团 来做一个社群上的连接 彭俊豪呼吁加强不同平台之间的社群连接 发挥导流的效益 宣王佩玉呼吁要定期更新 才能吸引更多民众订阅 另外市议员陈亚伦指出 桃园志的平均按赞数和触及率都有待加强 尤其在IG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桃园志的脸书平均按赞数只有19分 那触及率只有591 那Instagram 这个桃园志的我们的Instagram 这个按赞数只有170 桃园志的IG按赞数只有6 所以这边都是值得再进步的 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新闻处表示一直在努力经营 并且做出分众 像是桃园志会有较长篇幅的文章 IG则是图片 另外YT也规划去桃 秀嗨嗨的系列节目 让更多人探索桃园迷人的风土人情 接下来我朝 transform